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民 今天呢想聊聊这个美国的医疗的事情 为什么会想聊这个事情呢 因为昨天碰到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说到另外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了一个人 说他的女儿呢做手术的时候去世了 很年轻 还没有读完大学 所以也就是20岁左右吧 可能20岁21岁我猜 当然了听了这个 我当然很震惊了 也很为他难过 不是这个朋友 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认识另外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不在 但是呢我还是挺难过的 就我们两个人都挺惋惜的对这件事情 这个呢就让我想起 想聊一聊这个美国的医疗的这个事情 我们吧有一种 这也是一个误区 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西方的那个医疗呢 要比中国呢要先进很多 西方的医疗啊 坦白的讲有他先进的地方 我只是说美国了 我这里主要说美国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 我发现的那个美国的这个 它的优势在哪 是两样 一个是它的药 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医疗器械 确实比中国先进 先进 它的那个药呢 因为它也有一些很很有名的 世界极的大的那个药厂 做出来一些药 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它现在很多药 都是一些中小型的药厂 其实反而出来生产出来的一些药 可能效果反而更好 大的药厂的药吧 我现在觉得也不要去特别的崇拜它 就是盲目的崇拜它 你比如说最近这个辉瑞出的这个叫 就是治那个新冠的叫 Paxlovid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这个药吧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好像都觉得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这下新冠就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发现的连FDA都出来澄清 就是说它不是那么神奇的 因为出现了多种 就是很多的这个 吃了它这个药当时好了 过了没段时间又不行了 就是天然觉得像止疼片了 就是你 它那个症状 你把它临时的给它解决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它又还是又复养了 而且其他的症状也都出来了 所以其实看上去是 治表不治理的这个药 所以我觉得这个药 其实 我看上去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FDA都正经出来说了 就是说它不像 不像预期的那么好 那个效果 FDA是批准它用了 但是这一点吧 大家要搞清楚 FDA批准的药 多半来讲 它并不说明这个药的药效 FDA它最主要的是这个药啊 它吃了以后不能死人 这是最主要的 或者是不能产生 特别强烈的那个副作用 这其实是它最主要的 至于说到药效这种东西吧 一般的拿到FDA去测的这个药呢 它都不可能说是100%的没有效果 那这个它不会去测的 但是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药 是100%的有效 能够做到70% 80%有效 就算很好的了 很多药吧 它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对有些人可能是有效的 对有些人就是没效的 所以呢 它批准你的时候 并不能够保证说这个药 就是肯定是 这什么东西 是特别零单 疫苗药肯定不是的 它批准的药 往往就是说这个药是安全的 这是最重要的 就吃不死人 药效 FDA是没有办法保证 因为药效是需要时间的 你这个药都要 一般的在大量的运用以后 用个三五年 你才能够看出 它的药效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FDA那点时间检查 它没有办法 要是它每一个都要看 它药效的话 它什么药 它也批准不了 它只能短期内 搞清楚这个药是安全的 它基本上就会批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认为 它是FDA允许的药 那这个药一定特别有效 这是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是它的药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总体来讲 我觉得西方的药 可能比中国的药 在这方面 还是有一些先进的 有一些优势的 还有它的设备 确实也有一些 很好的设备 尤其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刚出国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牙医的方面 那些设备特别好 确实比国内的药 要全 用起来要方便 看上去 就是说要科学一些 当然这方面 现在国内也在追了 这方面也越来越 那个国内 国外的好的设备 中国现在大概也都有 但是没有西方普遍 这是事实 那这就是说 我们总体来 中国的这个医疗资源 还是没有 没有美国 美国的好 比如说每一千个人当中 有多少的那个病床位 大概美国好像是36 中国好像是3.6 也就是说 中国还是差得很远 就是说这个医疗资源 平均分配的这个问题 还是有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事实 但是说到医生的技术 美国的医生的技术 不比中国的医生好 这是肯定的 不止一个人 这么跟我说过 这么认为过 我确实也发现是这么回事 这个东西吧 医生的医术啊 确实跟他的那个经验 非常非常有关系 所以呢 你像中国呀 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就这种人很多的地方 其实他们的那个 医生的那个医术啊 医生的医术 其实是比那个 美国的医生要高的 平均水平 那很简单 他经验多呀 对不对 他实习的时候 就比那个美国的那个 实习生 他就实习的多 他看的就多 每天来的这个学 这个来的病人就多 那他这边看的机会就多嘛 对不对 看的多 然后他自己再开始 再去做的话 那很快的 他就可以积累很多的经验 所以平均水平 就从医术的这个水平 中国的医生 一定比美国的要好 我自己曾经就做过一次 长径 对于长径啊 我去做了整整 用了差不多快一天的时间 就是早上进去 然后他就让我换了衣服 就在床上躺着 然后就接下来 就给我打麻药 而且掉点滴 然后打麻药 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就是昏睡过去了 然后呢 打完了以后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下午了 等我回到家 就差不多四点钟了 整整一天的时间 就去看看他场景 我去看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是个印度人 他跟我说呢 他说 在我们印度呢 就是两个人在边上 把你的手一摁 然后医生就把管子 就插进去 就看了 二十分钟一个 那我想中国 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吧 就是反正不会说 看一个场景 会用一天的时间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医生 他一天 当然他一天 不是看我一个人了 就是被麻醉的人 也好几个了 就说 但是你总体来讲 你这一天看个 就是七八个 跟你一天要看上 二十几个人 二三十个 这肯定是 效果是不一样的 时间久了下来 一年的话会差很多的 所以呢 这个美国 不要去盲目的相信 美国的医生的医术 美国其实好的医生啊 就是我说的 像这个印度这个医生 也有很多都是从国外来的 从这个 就是什么印度 巴基斯坦 这些地方 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国家 都积累了好多的经验 然后到这来考个执照 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医生 可能是水平是比较高的 说到这个 我这个朋友呢 他呢 是 我也不清楚 他到底脑子里得了什么病 但是他脑子里呢 就是说他有的时候 会突然昏厥过去 就一下子晕过去了 就是说 医生说 他是脑子里头 哪根神经不对 还是怎么着 然后就说要开刀 开刀呢 那个就死在了 这个手术台上 这个女孩子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周围吧 我发现就是 这种状况的 就是 就是死在这个医院里头 其实还好几个 有一个呢 是这个 应该是个中年的女人 她就是腿疼 就忽然之间发现腿疼 然后就越来越疼 就 就 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她去看 看了好几家医院 都看不出毛病来 最后呢 到了一家 算是比较有名的 比较好的医院 然后医院就建议她 把她的那个半截腿 给她截掉 她 就是从那个膝盖以下 左腿 把她就截掉 结果就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就死在这个手术台上 就是也是这么 就当时截这个手 就截这个截至这个手术 应该也说不是什么 特别难的手术吧 就没有 没有觉得她会有 特别大的风险 所以她最后去世了以后 我们也都挺吃惊的 因为觉得不认为是 特别 特别大的一个手术 还有另外一个女的也是 她是 我忘了她具体是什么毛病 但是她也是 这个女的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朋友的女儿 她就说 她就是有什么毛病 然后去看 当时去做手术的时候 手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她做完了就出来了 结果半夜里头 不知道突然出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就忽然之间就 她就收到了一个电话 就让她赶紧到医院去 然后她到那儿 说她女儿已经死了 手术呢 这个东西本身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尤其有一种状态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明确的解释 就是说会 做手术的人会有 突然之间那个血液会结块 那她如果结块 结的那个地方不好 比如说心脏的那个血管里头 对吧 就什么地方 一个大的血管里头 如果堵住的话 就会很危险 而为什么做手术的时候会结块 这个道理到现在也没有人搞清楚 那么有一些办法就是 好像是可以吃一些那个药 就是帮你那个稀释一下血液 还有说做一些动作是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有一些办法 但是这就需要人就是特别的注意 要特别的观察 要怎么样 它一旦发生了的话呢 是很难制止的 因为它会结块结得很快 这个速度很快 就一下子结起来了 然后堵在哪了 等到你发现它堵在哪的时候 这人可能已经完了 就是这样 所以手术呢 做手术总的来讲 还是比较高风险的 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 是个中国女孩子 她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 说是她的肺里头有水 我跟聊天的这个女的 她自己也是医生 这个医生她在国内做过 她说在中国肺里头有水 是不做手术的 就直接从背后打针打到那个地方 然后给她吸出来 把那个水吸出来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她也就三四岁吧 说是医生说非要打 把那个做手术 把她那个肺里的水给清干净 那个手术台上 她结果有八分钟的时间 没养 没给她吸养 做手术的时候 都会带着那个吸 那个氧气的那个罐子 那是她那个麻醉的一部分 结果这不知道为什么 这八分钟就她没有吸养 其实这个东西吧 就是属于事故了 因为她应该有这个仪器在显示 她的心跳啊 对吧 她的体温呢 包括她呼吸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由医气显示 她如果没有在吸养的话 是有医气能够显示出来 可见这个手术室里的人没有注意 那么这个女孩子活下来了 当时是还不知道会不会活下来 就是事情完了以后 看她这个样子都不行了 后来就直升飞机给她送到一个大的医院里头 当时救下来了 但是这事情完了以后呢 她当时是那个看不见 就是也不会说话 也没有办法看什么什么 就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不过后来慢慢的调制过来了 就是说她年纪比较小 还是能恢复的 她现在基本上是正常的 我看到她现在 这个事情发生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看到她 我觉得她一切是正常的 她妈妈说她脑子呢 就是说还是比别的孩子 就是进度慢 学东西还是比别的进度慢 所以她还是属于特殊的需要照顾的孩子 当然她们有去跟医院打官司了 这是属于医疗事故嘛 所以她们官司打赢了 这个孩子是收到了一些钱 就是跟她所有有关的医疗费用 是这个医院是付的 但是就说我就感觉 她这个医疗事故 在美国我看也还是挺多的 就是就我周围就不少 我觉得我也不算认识很多人吧 好像就直接我认识的人当中 就有不少出医疗事故的 包括就是我说的那个女的 她那个腿被截断 后来就是人就死在手术台上 这个事情也挺奇怪的 因为她这个不属于什么高风险的 这个手术 但是还是最后结果 她还是因为这个手术 她就死了 她年纪不是很大吧 大概四五十岁好像是 所以呢 这个总之呢 手术的还是有一定风险 另外的就是说 美国的这些医生的医术啊 真的不一定比国内的医生水平要高 我还认识一个人是个 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是做心脏搭桥手术 他做心脏搭桥手术 他女儿在加拿大 还专门把他爸爸从中国弄到 弄到加拿大去做这个 他不相信国内的医术 弄到加拿大去 结果他也是死在手术台上 做这个搭桥 其实这个心脏搭桥 这个手术已经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手术了 这个一般的县级的医院 大概都能做了 他要真的在中国做 未必会出这个事 真的这是说 我是说实话了 加拿大的医生可能对这个 我想他可能是白人医生吧 他可能对中国人的体质 什么的不见得是很了解的 所以呢 不要盲目的相信西方的 美国加拿大的这些医生 他们的那个药呢 还有就是医疗 医疗器械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医生的水平真的很难说 他肯定是有很好的医生 这是肯定的了 很高 就是水平很高的医生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普通的平均的水平 可能真的没有中国的平均的 医生的水平高 这是我的看法 好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呢 希望您点赞 转发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然后你要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喜欢要我谈一谈的 关于美国的事情什么的 都写在评论区里 好吧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